新疆乌鲁木起一场夺走十条人民的公寓大火 让防疫清零三年下来累积的民怨 一夕之间全部引爆 全国至少十九个省四十三起抗议行动 上百所的高等院校学生是警小民 自发性的走上街头 高举A4白纸表达心中的不满 广州 珠海 武汉等城市 甚至有群众与武警爆发冲突 如此全国性大规模的反政府运动 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以来首届 对此中国的国家最高治安单位中共中央政法委十一月十八号对外表示要坚决依法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 坚决依法打击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 确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北京上海等城市的街头公安倾巢而出 知名的是为地点上海的乌鲁木齐路 短短一百公尺内就聚集了十二辆警车 其中最令外界感到匪夷所思的 十二十九号晚间上传推特的坦克车 在徐州街头现身的影片 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多个知名学府 甚至以预防感染病毒为理由 安排学生提早返家过年 但明显就是为了不让学生在校园聚集示威 社区媒体战狼色彩浓厚的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发文称中国的防疫路线不会改变 并把街头抗疫的源头指向境外势力 警方则是加强管控在街头地铁 随机检查民众的手机 新疆的火车是境外势力放的吗 不是 新疆的火车是境外势力推翻的吗 我真的完完全全要跟你们说的 大家火车是境外势力叫来的吗 不是 我们连网都上不到国外的 我们哪来的境外势力 境外势力怎么跟我们沟通 所以所有的证据是指向境外势力 这种坏性和平衡 根据是境外势力与民众和民众 关于民众和民众和民众的 关于民众的财势力 和民众的财势力 在民众的财势力与民众的财势力 是终于是终于 现在整个政治局面团 和民众的情况下 整个局面团是在 民众的财势力与民众的财势力 而是有些失败的财势力 另一方面 國家最高防疫指導機構 又在隔天所舉行的疫情記者會 援引二十大後所公布的鬆綁 防疫原則二十條優化防疫措施 指中央已經緩衝清零防疫 對於經濟民生的打擊 問及是地方政府仍有偏離原則 層層加碼的亂象出現 核酸檢測公司和地方公傑 大量捏造陽性報告 轉黑心前的醜事 也被媒體揭發開來 針對疫情防控本身 而是集中在防控措施 簡單化 層層加碼 一刀切 忽視群眾訴求等方面 浙江省委宣傳部官方微信公眾號 當天下午發表了 人民至上不是防疫至上的專文 從人民的切身感受切入 所以實際情況和科學的數據 稱不論採取什麼樣的措施 都應該是為了讓社會 能夠早日回歸正常 讓生活盡快回到正軌 文章引起熱烈的討論與轉發 登上當天微博熱搜榜的第一名 11月30號下午 第三代領導人 任內十年經濟蓬勃發展 社會開放擁抱全球的江澤民 96歲高齡病逝的消息傳出 就網民前往網路音樂平臺的歌曲 可惜不是你 下方留言 明朝暗諷習近平 平臺隨即三歌封號 但網民又找到另外一首歌 會有那麼一天來出氣 89年胡耀邦逝世 北京學生以追到為名上街群聚 引發了六四事件的即逝感 跟著浮現許多人心頭 我挺有意義的 因為因為太多年輕人被捕捉了 而且其他人被捕捉了 而且我認為 澳門國人從來沒有支持 人權在不同國人 他們有自己的政策 他們想做事與中國 公視新聞 網後文編譯